生活就醬就醬過生活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大哥大花生豆 我的這個是燒烤味花生豆 我的這個是雞肉味 這個是咖啡味還有蝦味 那我們現在先打開它 非常的難開 請求衛廠支援剪刀 同屁股嗎 它裡面超少的 OK我從屁股打不開啦 還是需要我們的萬人小剪刀 誒我們成立你要開起來不要灑出來喔 我真的做得不行喔 那我也請求衛廠支援剪刀 你們怎麼不從屁股 屁股開不開啊 希望你可以從屁股來 你看它這麼大一包對不對 剛還沒有打開之前很空對不對 裡面只有這樣 這樣 這麼少 超多 真的很少耶 這個感覺比罐子的還少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甜蜜 你看我就這樣 這感覺比那種 泰國應該還有賣那種罐裝 對 應該罐裝這個比較多 所以如果各位真的要去泰國買的話 千萬不要買同屁股的 就是考慮一下買罐裝 但是當然也許這個會比較便宜啦 所以你的經濟好良 那我們來吃吃看 好的先吃 先吃一手上面的 Chicken 好的 你的聞起來有Chicken味嗎 沒有 沒有 但我剛剛這個蝦的蠻蝦的 我覺得滴滴的還蠻 極致的還蠻 還蠻安全的 花生的 花生該有的味道 它有洋蔥味 可是其實很好吃 這個就是比洋芋片還要再 刷水的東西 很香啊很容易一顆接了一顆 而且如果像我這種不喜歡沾手 可能就會拿湯匙 會一次吃三里一樣 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吃BBQ 雞汁口味就是中規中規 鮮鹹的香香的 不會不好吃 好多味 好多味道 就是那個燒烤的這種醬 BBQ的醬的味道 好的 可是我覺得這東西 看電視一下就吃好了 嗯 有辣喔 有辣 小辣 這個BBQ 我吃BBQ 聞起來就很濃濃 我覺得還蠻好吃 BBQ 很鹹的嗎 好 蝦味 聞起來就蝦 這很蝦 就是很海鮮的味道 好啊 我覺得BBQ的還不錯 對我現在覺得 因為雞汁的太中規中規 所以 如果你想要有一點味道的話 就可以吃BBQ 嗯 蝦的我覺得吃起來沒有聞起來那麼濃 但是有蝦味 對 但是吃起來沒有那麼味道不錯 嗯 豆蒜是 豆蒜是還蠻好吃的 應該說豆蒜是沒有雷啦 就是自常的味道吃起來都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吃甜的 就好像 嗯 有點難想像的味道 匪力所思的口味 聞起來就是 喔真的 很像那個捲心酥 孔雀捲心酥味道 可是孔雀捲心酥是甜的 對 它應該是甜的啊 你試一下 嗯 我覺得 聞起來的想像 跟吃起來的想像有不同 因為我聞起來都會想說 孔雀捲心酥 然後下去應該會蠻甜的 可是 其實它外皮是沒有過分 嗯 所以就是有點 沒有那麼味道 一咪咪一咪咪的苦 就是咖啡的感覺 可是 沒有咖啡 聞起來有咖啡香啊 對 吃起來 但吃起來沒有 對 然後皮是一點點甜甜的 就像之前 然後有點微微很微很微的那種 咖啡 咖啡的那種 很少 就是很淡 所以我剛才聞起來的時候想說 欸應該像捲心酥這樣應該蠻好吃 就吃起來就是 可能跟想像中的有點落差 但也不會到難吃欸 對 還好 那你覺得哪一個角色 我最喜歡 我現在要排名 好啊 還是要打分數 那我們就要 3217P號 好 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1 2位 3 OK 高朋友當選 就是他了 所以 第一個選擇就是BBQ的 真的 既然三個都喜歡那個 那我第二個喜歡 第一個喜歡 然後我會選 3 2 1 有不一樣啊 我也會選雞汁 因為我覺得他的味道 比較安全 對 然後因為蝦味有一點 就 有味道啊 但是不是喜歡的味道 嗯 就是我應該是這兩個 就是會 對 那Tony為什麼你的第二名是蝦味 因為 我想說都吃這種飲食 我覺得想要 重口味一點 對 太細一點 所以蝦味也是比較重的 對對對 這兩個我都覺得 比較淡 對 淡淡 太淡 好奇的問一下三位 那 咖啡的會推薦一下嗎 我不會 我覺得還是吃鹹的 合理余 對 因為沒什麼特色 真的沒有 這個聞起來有咖啡味 吃起來就很嗨 酷 嗯 有味嗎 我覺得如果是買大哥大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鹹的 嗯 對 比較 OK 掰掰 那我們今天的大哥大企業 就到這裡唷 來 三個頭 不累不累